各位親愛的聽眾你們好 我現在錄音的時候 是1月5號英國的時間 晚上11點鐘 即是2月5號星期二 香港的時間早上6點鐘 在這裡我要特別的 關心我 和支持我的聽眾 來帶他們說一聲對不起 和說一聲衷心多謝 為什麼呢 因為上個星期如果你有聽的時候 我都是禮拜一錄音的 慣常都是禮拜二香港時間 就會上載的了 但是因為幫我上載的朋友 他去了旅行 所以一直都不能夠上載 直至到禮拜五才能上載到 但是在這段日子裡面 收到一些人私下的留言給我 或者是在這個永線裡面留言 問是不是有事 當然 然後他聽到我的聲音 就放心了 但是都說曾經擔心的 不要看輕這些信息 對我來說是非常非常的感動 和很窩心的 那我很多謝大家 給我這份的關心和支持 這個也是我可以繼續 面對前面挑戰的力量 那真是不好意思了 因為是我朋友義務幫助我的 他去了旅行 又不能夠在海外裡面幫到手 所以遲了 也都期望如果你沒有聽上一集的 都希望你會聽回 那我上一集講到 就是MPF不可以拿到 那一星期一錄的 但是原來跟著那個禮拜裡面 無論是光明頂 或者是風雲谷 甚至吳哲心 都有提到這個問題 可見這個是一個真是Hot Issue 還有就是最近這兩個裡面 就有文件顯示了 原來會計師 好像是羅冰、閒銘道 建議政府的工程 無論是填海 或者北部都會區 有幾個建議 其中一個建議就是可以動用 MPF裡面的錢 來參與在當中的 正如我上一集所講 就是這些的錢被扣起 不是搶奪 不是沒收 但是那個用途 為什麼呢 大家可以心知肚明的了 好了 有些人擔心我的安全 那我今天就會跟大家講 其實在香港 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安全的城市 可能有人說不是 牧師 香港怎麼會是安全城市 已經是大都會 很多時候一些的 就是 兇殺案 或者是一些搶劫 這樣 事實上剛剛呢 就是在4月26號 你會看到 元朗捉了8個人 包括了嘉麗園 潮州粉麵餐廳 姓許的負責人 人稱胡蘇佬 好了 早年是從內地偷渡下來香港的 那為什麼呢 就是原來 就說到 他斬 給錢 找人斬死了 就是一個 互助委員會的主席 那他下來 因為他搞魚蛋的時候 吵 那曾經 那些人來提他 喂不要啊 這樣可能懷恨於心 那說殺人啊 那接著 4月27號 又有一個長洲的謀殺案 有52歲的男子呢 就被人打到死了 那疑空呢 就立刻的被捕落網了 在長洲走不到去哪裡的 那甚至會輸出了一些的恐怖事喔 那一個的消防員 真的很奇怪 跟一個新婚妻子 就是去到蜜月 他從東京 竟然就騙著這個新婚妻子 去了街那裡 還拖了一個日本的女士呢 又去南廁那裡來去性侵 那他也是一個的消防員來的 雖然優價 那你說 喂 那還是安全城市 那其實 看你怎麼看 你想想 剛剛4月30號 姜濤灣 就是銅鑼灣 我看到 哇 數以千計的人 站在銅鑼灣裡面 來帶他去慶祝 姜濤生日 那雖然有警察 來維持住 但是有沒有事發生過啊 有沒有一些玻璃槍被打爛 是沒有的 那時候 雖然他們沒有申請的喔 但是政府又沒有去將這些的人呢 記下身份證啊 那樣 那你所以看到多輕旺呢 那些人是多興奮呢 那還說香港不是安全城市 事實上你看回呢 政府真的令到香港非常的安全 因為 為什麼呢 就是這樣 鄧炳強呢 就曾經很 榮耀地 很高興地宣告 就是國安法呢 那個的審判呢 是百分之百定罪 每一個被審的人 都終於被定有罪了 那這個已經超越了中國了 中國呢 那個的法律呢 曾經有個報告 就是好像99.7%呢 是被入罪的 但是這次香港是百分之一百喔 那特別你留意到國安法是令到香港 真的是很平安的 那那個的審訊 大家知道啦 雖然在國安法裡面說可以有陪審員 但是也都可以動用他們 好像是第四十六條 就是基於呢 就是釘那些的陪審員的家人呢 或者他本身呢 受著一些的威脅 那所以呢 就可以沒有陪審團的 那實際上 國安法的審判到現在都沒有陪審團 但是去設立啦 那還有 要指定法官嘛 國安法的法官 就是由他去審判的 那更加 就如果你想請律師 你看看黎智英請海外律師 但是呢 就被拒絕 甚至去修例啦 那如果有些人 他經濟上面有問題 那過去法律援助裡面呢 是有一些律師的名單的 但是現在呢 就不讓你去選的了 是由政府去選派 就是選派法官 甚至為你選派律師 沒有陪審團 這樣的審訊的時候 是不是很安全呢 但是現在仍然怕 萬有一失 不是萬無一失 如果那三個法官 都判那個人無罪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這樣 於是呢 他們就會提出一個的申請了 那現在呢 就是有個建議修例 那個是怎樣呢 就是容許律政司 在沒有陪審團審訊的高等法院 國安法案件裡面呢 如果被指定的法官 作出無罪的裁決 是可以 案件程術的方式 來提出上訴 那就是說 他繼續可以推翻這個審判的 那這個律政司 建議這個刑事訴訟 罪述條例呢 就是高等法院裡面的 國安法的案件 即使被告呢 經過審訊之後 被裁定罪名不成立 律政司都可以有權力 在這個叫appeal by way of case stated 就是案件程術的方式上訴 那有別於以往陪審團的無罪裁決 只可以就法律觀點要求澄清 那如果能夠正式可以呢 來帶批准了這個案件程術的方式上訴呢 那律政司就有權推翻這個無罪的判決 甚至發言重審的了 那所以 這些法律界人士就解釋 喂 就是屬於香港第五級法院 中的第三級高等法院呢 刑事案件一般就是由陪審團去審理的 那英國普通法呢 就尊重陪審團的制度 和它的裁決 那所以袁仲廷呢 那審訊過去呢 就不設這個案件程術的 那但是國安法 第四十六條呢 就定明 律政司可以基於保護國家機密 案件具涉及外在因素 和保障陪審員和家人的人身安全 這三個理由發出這個證書 那指示袁仲廷在沒有陪審團的情況之下呢 進行審理 結果呢 就出現了呢 就是裁決是不可以有案件程請的 但是現在呢 就改變了 那 夠不夠安全呢 就是說 就算那三個 國安的法官定理沒有罪 那機會是好未了 從未出現過的 但是 律政司都可以推翻這個審訊 沒有乖乎 就是 昔日 香港大律法學院的客席教授陳文敏呢 就提出質疑 是不是 國安法的被告一定要入罪 才是沒有漏洞呢 那你看了 國安法是多麼的有這個 就是保護力呢 那所以香港呢 是非常的安全了 好了 那還有啊 那一路都拖著那個的 區議會選舉啦 那呢 就現在 政府呢 就放了消息出來 那遲些就應該會證實的了 啊 接下來的區議會選舉 仍然有民選制度的 那呢 但是呢 佔的成份呢 只是20%的而已 那如果我們看回去區議會那個歷史啦 那呢 就 現屆區議會有479名的區議員 那是由民選和當原議員來組成的 那如果我們查一些資料 第一屆的區議會呢 是在1982年 是由民選委任 當然和官首議員來組成的 那當中那個的官首議員是166名 是佔三分之一 但是三年之後就取消了的了 那麼 那自此之後呢 區議會就再沒有官方的成員了 但是就保留了委任議員 直至到1994年呢 也都全部的來取消 那麼但是回歸之後呢 特區政府就恢復了委任區議員了 那麼 但是在2016年又再取消 但是仍然保留27名的當然議員啦 那時候 如果你留意到 好 在2012年開始呢 就全數取消或者減半 當時會建議 最終在2011年的時候 才決定呢 分階段取消委任區議員 直到2013年就通過 在2016年呢 第一屆的選舉 即是那一屆的選舉呢 就取消所有委任議席 直到現在 但是現在 政府就怎樣呢 在這個完善選舉制度之下呢 那麼政府就期望 在新的制度下呢 令到那個社會 仍然是五綱十色 反映不同角度的意見 那麼但是民選成份呢 是很少 那時候你留意到了 現在的立法會 都是有選舉制度的 但是首先 你入門檻呢 就非常高的 有審查委員會啦 你是不是呢 就是要愛國啦 愛港啦 過去有沒有一些的紀錄 是表達對政府的不滿啦 那很可能 你連入閘的機會都沒有了 好了 那又要有些的人呢 即立法會呢 要給別人來 但是去推薦你的 那麼推薦你的人是什麼人呢 不是普通人嘛 那一定是那些的 就是政府裡面 所認同的 甚至那些的政黨啦 那所以現在大家可以看到的 區議會 那個的人數是多了 但是事實上 有些民生的事 或者譬如 批一些的款項呢 真是很快啊 很快就過了 那是不是真是很和諧呢 那但是 區議會是一個的民間組織 是很容易接觸到市民 然後向市民那個的意見 可以反映給政府知道的 那麼 但是現在呢 就 也都有很大的改變了 喂 當年 就是早幾年那個區議會選舉 因為就是民選的區議員呢 出了大獲全勝 除了離島區那個主席 是建制派之外呢 全部那些區域 那個主席 都是什麼呢 民選 就是泛民的 那所以後來政府 就出方法啦 就立法啦 然後要你宣誓啦 不宣誓的時候就放風啦 那時候呢 你有什麼事的時候 就要追討你的錢啦 過數百萬啦 結果 很多的區議員 在這些壓力下就辭職了 當他辭職的時候 政府就說 我們不要逼他的 是他自己辭職的嘛 就好像蘋果日報 他自己倒閉而已嘛 我們沒有逼他的 這個商業決定 但是他是封鎖別人的錢 讓他沒有錢的嘛 對不對 好了 這個 就是 未來 區議會 那個的情況 那你說是不是很安全呢 事實上 如果你留意回 區議會在過去那四十幾年呢 就是匯集了很多民意 也真的做到跟市民溝通的渠道 但是如果你委任的時候 那些被委任的人 他們不是面向市民的 如果你是民選的話 你做得不好 下一屆就會否定你的了 不會再去投你票的了 那你怎麼都要面對市民 但是如果是由政府委任的呢 那你面對的是什麼呢 就是政府咯 那但是無論如何 那是不是又很安全呢 那事實上 不單單區議會 那很多的民間組織啦 譬如在屋邨裡面的那些 互助委員會啦 業主立案法團啦 那特別在公屋裡面的 互助委員會 就已經呢 就是離大去解散了 那香港超過一千個 互助委員會呢 在年初已經解散了啦 那他們在 那些防委會核下的辦事處啦 然後交了給什麼 哦 就交了給那些叫做 關愛隊啊 那這些關愛隊呢 要做關愛隊成員 也都是要怎樣呢 有政治上面的審查啦 那然後呢 就政府會撥錢啦 那然後呢 就會做出一些的 就是支援的行動啦 那也都可以成為 區議會裡面 被選的莊腳啦 那所以看到 喂 完全真的是滴水不漏的 很多的民間組織 已經一一的被撤去啦 那但是 仍然是不足夠的 很簡單的 舉一個例啦 5月1號以前呢 就是有很多的勞工組織啦 就是職工盟啊 甚至就是支持政府 或者國內裡面的 就是工聯會都會出來遊行的 但是自從夏寶龍說到 遊行不是唯一表達的方式 那就立刻 就是左派機構呢 就撤銷這個遊行啦 那甚至呢 就是工聯會已經解散了 那但是前工聯會的 就是職工盟啊 那個的主席 黃乃圓呢 和幹事杜振豪呢 就以個人名義呢 申請五一遊行啊 那麼 政府 就是警方就邀請他們去開會啦 在21號那裡 那就告訴他們 喂 我現在呢就發現了 在Facebook裡面呢 有兩則留言喔 提到 即使是英國 我們都撐大家加油 還有 用不用戴家餐啊 那就問這兩個的留言 你認不認識啊 那這樣 那其實很快就查到了 這個留言者呢 原來 就是他過去有很多時候 都是分享親中媒體的報導 又批評呢 反送中示威者呢 是老殘蟑螂 另外在分享47人 初選案的時候 的身份的時候呢 就稱坐定定 看好戲啦 這樣 很奇怪喔 即是這些 一直都是支持政府 反對泛民的人呢 就好像在支持著 就問要不要戴家餐啊 喂 那這個就是 政府說你可不可以保護自己啊 這一招呢 已經不是第一次出的了 即是三八婦女截的時候 不是也是出了的 那明報呢 就查到 很多是那些新開的 那些鬼賬戶啦 但是也都有很多 原來是藍絲的 撐警的 但是就好像撐這些 那警方會說 那怎樣呢 為什麼 警方都不去追查這些的人呢 會不會告他呢 就是有問題呢 你想一下 在一個日本 那幾年書 那在面書裡面 轉發一些的信息 可以回到香港都被抓了 那這個被抓的人 他不是一些激進分子 經常走出來 或者是一些政黨裡面的成員 都可以被抓 而記者都可以查到 即是現在說 喂 要不要帶工具啊 或者3月8號那時候 那些的留言 為什麼不用國安法去抓這些人呢 香港的警力是很強的啊 為什麼這些人可以被放生呢 好了 那跟著 那這些網絡白衣人呢 就是攜手合作之下呢 那但是呢 就跟著 黃雅元都被人帶了回去警署 那清晨突然之間失蹤 那後來終於放出來了 沒事了 那樣 但是他的朋友就說到 喂 原來 就是他受到很大很大的精神壓力 終於呢 就撤銷了 那一個的啊 申請了 那如果你看回的時候 喂 你留意到 其實不單單帶工具啦 剛才我已經講過了 那時候明報都指出了 就是那時候 就是有很多的洗版呢 至少有九個帳號在遊行之前兩天 就是三八婦女截的時候呢 連續在那個的女工協會 和社運人的帳號呢 就洗版留言鼓勵上街聲言呢 會逼爆收盾啦 終於可以出來逛逛玩逛啦 約佔留言的六十五個percent 但是 後來被人發現了留言者 多數是撐警的常客 公開支持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Save Conkong等多個親政府的Facebook專頁 那為什麼不是好像 捉日本那個留學的女生這樣 去抓這些人呢 所以你留意到 那現在呢 政府都是說 我們一樣的會 去批准你們的申請的 但是 如果你承擔不了這個法律責任 就是如果有人搞事的時候 那你就要承擔這個責任了 那那時候這些申請在壓力底下 就會放棄申咯 但是至少向國際上面都可以表明 我們仍然是有這個自由去遊行的 那保持著這個國際形象 但是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可能騙到某一些的人 但是是不是真的騙到所有的人呢 大家心中有數呢 其實這兩年裡面 在國安法的壓力底下 已經被迫解散的民間人權陣線的成員 已經沒有了很多了 那時候 好了 剛才說黃乃元被人邀請了回去 問話或者溝通 但是出來的時候 不敢說 就說到 閒於國安法第六十三條 沒有辦法透露詳情 那些人問鄧炳強 鄧炳強就說 蛤? 他取消遊行的 怎麼問我 你問組織者 為什麼要取消 不關我的事 是不是 但是就說到 他一定要承擔一些法律風險的 和責任的 那更加特別的就是 文匯報在他們公佈消息之前一個小時 就以獨家為題就報道了 黃乃元早上去到警署 自行撤回了遊行申請 那時候 你想想 哇 現在 是另類的蘋果 有這麼多獨家消息 還有偵查報道 甚至 他呢 在他們 就是申請的時候 就曾經 有一個的專欄去 報道 說職工盟 那個前頭目 申請五一遊行 其實是亂講的 那 就 說他表面 就說 為勞公權益實際就是 國際反華勢力的馬前卓 然後呢 又得到 前職工盟的總幹事 蒙少泰吉人 在英國成立的 香港勞權監察 暗中支持 他們開過多少會 在會裏面 說了什麼 都可以這麼詳細列出來 是不是很厲害呢 所以其實 香港是非常安全的 沒問題的 有很多人呢 是用很多的人力物力 來帶他去保護香港市民 所以你留意到 香港呢 基本上呢 是不再會有什麼的遊行 有的就是 姜濤灣 你留意到 姜濤灣都是非常好的 那不單單這樣呢 還有民間的事情呢 那大家知道呢 就是審計署 其實我們以往是很欣賞審計署的 就查到 譬如這些部門有什麼做得不好 那些部門有什麼做得不好 那就可以呢 提醒他們 都為市民出一口氣的 但是今年審計署那個報告裡面呢 向立法會呈交那個的 行高量值的審計報告裡面呢 就發表了 一份呢 有八個章節的報告 其中有三個章節呢 竟然是什麼 針對維護國家安全 提出建議 包括呢 康民署 他們呢 就需要加強檢視公共圖書館的資料 以及維護國安 也都呢 就發現了 建造業創新及科技基金的條款和條件 還有呢 跟政府呢 有關係的 就是香港設計中心 訂立這個撥款條件呢 都沒有維護國安指引和規定 那分別呢 就建議呢 發展局和民體局呢 要修訂 是不是知道 原來審計署呢 都會來但是去審查這些 就說圖書館呢 有很多書呢 還沒有下架的 但是呢 圖書館又永遠都不會告訴你 是哪些書呢 是會下架的喔 你不知道它下了哪些架的喔 哪些書是有問題的喔 但是還覺得它做得不夠 那你留意一下 不會有上街遊行 看圖書 其實已經跌得很厲害了 那個藏書數量啦 或者申請借圖書 贏得越來越少啦 就好像呢 香港電台電視部呢 是越來越少人看啦 但是怎樣呢 都要去管 就免得有這些毒草呢 啊 在這些書裡面 影響了人 那是不是又是很安全啊 一定的思想 不會受到影響啦 那學生啦 民憑市 今年呢 就是最後一項呢 通識科的考試 那麼呢 就有整個四萬五千多人來考的 那麼 終於 通識科就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了 那麼 而今年的那些題目呢 跟去年一樣 完全的沒有那些政治課題的 只一問及呢 嘩 嘩 即棄塑膠處理 長生 長者生活的質素是怎樣啊 還有藥物專利的議題 那時候 其實你留意到 那麼 特區的教育自2009年起呢 就推行334的新高中課程裡面呢 四大必修科之一的呢 被視為香港教育史上最具爭議的學科 但是就在 2021到2022年 學年裡面呢 中四級呢 就被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修訂去取代 而是以後考這個史呢 只是有合格 和不合格而已 所以 學生的壓力是非常的輕的 那就令到學生讀書都可以輕鬆很多了 但是 以前這個通識科的時候 是會回應時事 給他們有獨立思考 但是現在又說不行了 他們 想得不好啊 所以影響到這個社會啊 就要用外國教育來去取代 所以你看不看到 香港 怎會不安全啊 就是 如果犯國安法的100%一定被定罪 就算法官說你沒有罪 都有律政署可以再來提出 然後呢 推翻這個決定 不會再讓你這麼容易找到 你自己所選的律師 就是沒有陪審團 雖然表面是有 那也都看到 遊行 表面你可以申請遊行 但是你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呢 會不會有些網絡白衣人 一起來到合作去做一些事情呢 在教育上面 無論通識科 沒有了 圖書館 很多書被收買 那時候 你不覺得香港 是非常安全嗎 那非常安全的時候 就應該有很多人 安居樂業嘛 就是每一個人都叫做安居嘛 安全就是在這裡居住咯 但是仍然會有這麼多人來走呢 所以我們好心地體會到 真正的平安呢 不只是外在 是內心 那保羅被人抓了坐牢 仕途彼得這些都是 但是他們內心裡面是非常的平靜 因為他們呢 有這一份的從神而來的平安在心裡面 所以表面的平靜 是會不會有裡面的暗湧呢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我想說呢 譬如在英國呢 你會看到很多的建築物 是很古舊的 原來這些建築物呢 是因為要保留他們那些特色 外面是完全不可以 有那個的更改 就算有都要用回原本的質料 雖然原來是很傳統很古舊 但是裡面很可能 是已經變成了銀行啦 是很新的內涵呢 正如我說過 有一間屋 你逐步逐步把它拆了 換了新的材料 這樣的時候 後來終於整間屋換完了 但是這間屋 是否仍然是以前那間屋呢 我仍然說 香港不用怕沒有人的 走了很多人 仍然可以有很多人下來 你想想現在這些專才計劃啊 搶人才啊 很多的渠道 讓國內的人下來 是不是 不夠學生開放 也都可以讓國內的學生下來 香港仍然是香港這個地方 但是會不會裡面很多東西都變了呢 就正如說立法會 哇可以給你選舉 遲日區議會都可以有選舉 啊你有選舉的自由 你有遊行的自由 但這個是不是以前 我們所行的制度呢 回來了 是不是呢 其實 大家都可以想到 真正的 平安在哪裡呢 香港 真是一個 很平安的城市嗎 祝大家 平安 在結束的時候 很想 用一篇的討文作為結束 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在Facebook裡面呢 每逢星期一呢 是有周一為香港 來帶去搜望祈禱的 2023年4月29日的一個討文 有三方面 我讀給大家聽 然後呢 就有一個祈禱的 遊行集會自由 遊行不是表達利益訴求的唯一方法 實際上已變成 遊行不能是表達利益訴求的方法 前職公民成員 以個人名義申請五一遊行 期間申請者之一 黃禮元無故失蹤情緒崩潰 並自行取消遊行申請 發生了什麼事 大家應該心知肚明 當你的遊行申請在法律框架內 無可指責時 自然會有法律框架之外的手段 迫使你撤回申請 連工業相亡權益 這些純粹爭取工人權益的民間組織 也不能通過遊行的表達訴求 試問 弱勢社群的權益如何得到保障 託告 求處施破邪惡者的計謀 守護香港的遊行及集會自由 使得各項訴求能得到表達 替造更公平公義的社會 第二方面區議會 特首李嘉超預告區議會 將提供多種參與方法 保留一定的選舉成份 並使其去政治化 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不同消息 均指向減少直選議席及恢復委任議席 其實目前參選區議會 已經要過五關斬六獎 要通過嚴格的資格審查 被選出來的區議員 已經是去無存清 為何仍要壓實僅有的選舉成份呢 另外 除了區議會外 愛國似乎是越來越成為市民 生存的必須條件 當憑基會招聘 也要求應徵者要愛國 天主教周守仁也認為信徒 愛國是應份 市民日後還會有那些範疇 不被愛國的要求所涵蓋 託告 求處防止邪惡勢力 以外國為借口 去剝奪市民的自由及權利 保守市民的意志 不被高壓的政治環境所消磨 活得光明磊落 第三 明日大遇 交易州人工島諮詢結束 收到的公眾意見 遠較以往的較小 且不設公眾論壇 諮詢對象大事專業團體 有關注組織質疾疑政府有計劃地令諮詢參與度低 試圖誤導市民填海計劃的支持度 財務顧問也表示香港的財政儲備未必能應付明日大遇和北部都會同步進行 另外幾年前香港曾討論徵收空置稅 反映香港不是缺乏土地 而是土地因空置因素而未被充分運用 討告 無論從財務或土地的需求的角度 明日大遇計劃的效益傳移 但可以肯定是香港財政儲備者會肥豬肉 將被逃空 求主止息 那惡者的計謀 以免普羅大眾的血汗 錢被榨乾 希望基督徒不會放棄 我們仍然相信上主助著為王 就讓我們為著香港的需要 來帶他去討告 求神彰顯他的公義和保守